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昆尚传媒为你全力打造的昆仑爵思路英雄 骑宁战的比赛现场 我是昆仑爵乔博 我是王翰大家好 王翰老师好 这场比赛是一场中俄大战 是一场硬仗啊 希尔盖对伯弗凡 好第一局比赛开始 身高体重战机双方都非常相符 这就看着 直接的高扫踢非常的凌厉 之前伯弗凡有着 可以说是接近一半的KO率 这个KO率非常高 这个看来俄罗斯的选者还是多面上 他有MMA的战绩也非常好 而且还有这个 很多次降服对手的这么一个战绩 刚才比赛一开始 看到希尔盖是直接的前腿的高扫踢 非常的快 预招性非常小 而且到现在又是实现了 这个左右架的互换 不要忙啊 对 伯弗凡 三十一胜当中十九次KO对手 这门选者打得很老吧 很硬啊 刚才场战萨赛是提醒希尔盖 不要有过多的缠暴 希尔盖的打法非常多变 看来因为他已经像地面也能打 战力也能打 他本身就是个多面手 就再一次的警告了 而且记住俄罗斯的选手 东欧选手大拳非常中规中矩 而且他体能非常好 是的 我看到 这是一场硬仗 是的 伯弗凡到目前为止啊 虽然有几次迎击 但是从场面上来看 还是希尔盖有更多的发挥 希尔盖的频率比他好像多一点 动作比他多 你知道吗 连续袭击来对希尔盖 看这一轮对攻 转身的后灯 希尔盖现在是心力是降了下来 刚才攻凡的两个百球打得不错啊 扩大战果 双方在禅报当中啊 自从是厂财撒餐警告了几次之后 双方是有意的就避开禅报这个关键 首先希尔盖不敢报了是 一到金局了赶紧把俩手张开了 好的 一个非常漂亮的防守反击 刚才后手之前是直接打到 再出 希尔盖大家看到他的频率是有着明显的下降 这可能也是刚刚上半部的这个打的频率太多了 他的动作组合药品一上半部药品 这谁国务凡打的要多 是的 我们在我们这里是在侵害西宁 郭磊绝思路英雄西宁战的比赛现场 我们是在2300米的海拔进行的比赛 看来这个希尔盖稍微有下降 好 第一局比赛结束 在第一局比赛 这会儿就看谁的体能要稍微下降点 对方要再努力点 这会占有优势 好 第二回合 我们开场的时候我们看到直接是博物凡 是采取了压力 而且大家看到希尔盖啊 这几拳打得不错 我打得不错 是的 希尔盖的面对于博物凡的压制 还是进行非常有效的反击 正当腿 打 博物凡你啊 这是打两个拳往上出 就像端着金光枪往上出 这个品质没问题 但是记住 不能那么冲 你不出动作不行啊 是的 我看到希尔盖又是 双方啊 到目前为止 大家看到出招的第二回合 特别是博物凡 他的出招是更加多 按一个反面圈打到 再来 再来 但是没有太大的效果 连续的中拳 推开他 不错 刚才抓了个时机 博物凡的袭击 然后谁的护齿掉了 护齿掉 刚才也是撞掉了 是的 膝盖撞好了 给了希尔盖的也许个中击 好 现在是 可能是要掏牌了 呦 是什么原因呢 是搂抱吗 应该是搂抱 是给了希尔盖一张黄牌 要对他不利了 很不利 赶紧的不如烦加把劲 这手博物凡 这手博物凡 那林豪正军这些后面打到 三 二 三 再一个这个希尔盖体能又下降了 开始下半步 走了 协下锅 推开他 连续的注意 双方在互相的在拼这种交叉拳 三 二 三 对控 快 这就拼磁刀就是 发边权打到 现在是希尔盖 状态有走回升 众希来自于薄凡 你给他回到 什么意思 好 比赛结束了 应该是 我们等下看 满进度应该是 那个袭击起到的作用 不是 应该是希尔盖 好像不想打了 刚才他有一个手势 我们等下看一下 我们的慢进回放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希尔盖 退出了比赛 体能加强很厉害的 在双方的对拼 这一拳很重 连续的重拳来自于伯复凡 好 转身轮机之后 站在这儿 好像他没体力了 本场比赛 红方选手在第二回合 1分40秒 TKO获胜 红方胜 博富凡 他的KO的记录 又多了一场 流行新京 新凡的索费特代表 变总是李蒋磊 民和广基 圆林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静 总经理冬二 为胜者颁奖 打赏